我今天聊到你的初期 看起來有一點素 什麼事業生命責任在中國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你們 我最樣對這個初期感興趣 我用的最樣的教讀 就是最后搞到這個初期 我最近在新加坡出了一本英文書 只要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oday's China 所以基本上可以說 可能十年以來左右的一個研究主題 一個單索 基本上根本不是我的專業 但是我很喜歡 不是我的專業的事情 我在副單索教的客廠 是那個宗教人類學 religious anthropology 所以好像跟其他社會這樣 沒有任何的關係 但是呢 從十五年以來 我看了中國新南 特別是 Sichuan 做一個小數民族的研究 特別是宇宙 就是 Sichuan Inan 一個小數民族的研究 特別是討論他們的利益 他們的意識 他們的利益 他們的利益 但是你做這樣的研究的話 你需要進入一個地方20 你必須要理解這個20的存在 是這樣的 他們的社會關系 是這樣的 他們的工作 是這樣的 他們的養護 他們的養護 那我到的時候 一周五年 才是在做這個研究 成員的小村 成員的20 我所說的 我所說的 有很多人 他們很貧窮 但是他們很少出來 等等 但是陸陸續續的 我看過了 有很多人 但是在外面打工 原來沒有一個人 從這個小村出來的 我有一個研究紀念 在 Sichuan 很偏僻的地方 第一年到這個地方 基本上沒有一個人 講 母語 普通話 他們基本上都是講 異語 有一些人 特別是男生 會將一條 Sichuan化而已 我現在到這個地方 所有的年紀人 會將很標準的普通話 他們都去過天津 山珍 有一些也出過 到緬甸 都是為打工 所以他們的世界 全部改變了 有一些好處 但是有很多的壞處 基本上這個地方 現在本身不能發展 但是環保問題也很大 然後團體本身就沒有 包括人事間的幫助 也會做 比健少得多 所以我對我設計 提出來的問題是 什麼是一個 永續發展的文化資源 在哪裡可以找一些資源 或者是讓一個團體 有一個比較平衡的發展模式 是嗎 所以原來跟其他的實驗者一樣 我主要是研究 國家即使本身 the state 另一面是研究 公民社會 或是台灣版的話不說 實名社會 所以Civic society 但是我今年以後 我發現了 你不可以忽略 企業本身的角色 就是在我們的世界當中 可能最主要的一個主題 一個acte 就是企業本身 不論國家在做什麼 不論公民社會在做什麼 或是有自己的 責務安排 責務挑戰 那企業的策略 就會影響到社會的全部 基本上 這些年輕的少數民族的人 他們去一個大城市的話 他們全部以來 他們會工作的公司 他們會勝敗的公司 此外 企業本身也有自己的文化 有一種企業文化 所以這個企業文化 第一要了解 第二有什麼需要改變 所以必須要進入企業 這種環境當中 為了解到全社會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現在做社會分析的話 不斷的包括三個部分 國家的行 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 公民社會 包括社會 包括網絡方面的來往 第三要多了解企業文化 所以我開始做這個研究 然後跟幾個大企業家 不論是中國或是國外 安排了一個系列的活動 叫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成員 讓企業家本身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不論是在台北 在上海 在北京 就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 跟國際貨幣基金 或是其他的大活動 包括中國大陸的環交情緒 所以做了比較單位 此外 我發現了 從2005年 特別是2007年 2008年以來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 改變得很快 社會點路也很快 原來 2002年 基本上 道路也很小 並不是完全不同 但是道路也比較小 道路也比較悲觀 現在 在中國本身 企業的責任變成很熱的一個處境 我知道 在台灣也是最重要的 在今天 其實說 從5年以來 我都在上海 以前 連住台灣 連住的很刺激 現在機會比較少 但是我回到台北的時候 我感到覺得 第一個是道路 是要安全的問題 或是有些病話 或是有些民俗 不安全 大概 其實都跟社會社會 社會社會 就在這個話 台灣也到了這個問題 但是跟中國一樣的 道路的話 好像都是醜聞 Skandals 有問題 就大家說 不可遂 所以要可以做這樣 這樣的老闆 他的良知在哪裡 等等 但是很少有人 可以討論一個 比較正面的政策的職 怎樣在台灣本身 建立一個 企業所謂的人的文化 而且並不是包括企業本身 這樣的文化 是大家在分享 大家在討論 大家在提出來 所以雖然 政治環境 那麼不一樣的話 我覺得 道路企業所謂的人 在中國 當作台灣的狀況 當然 是有很多的共同點 你們自己可以 本地化一下 我所說的話 意思是說 剛才我所說的 哪一個部分 是捨得中國而已 哪一個部分 可以捨得 中國台灣 在一起 然後呢 我的研究 大環境 沒錯 是討論 中國的發展模式 所以我討論企業所謂的人 就是 轉到我們 發展模式 方面 是最好 到我們 進來的工程 我就是建立 可以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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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就是 我們看法律 或是我們看 文章 有關系 社會詞人 或是我們看 周文 一般的話 我們的思想 會比較 會很難做一個 正確性的評論 我們會討論這個事情 讓我們很快 會覺得很奢望 很絕望 說這個社會 是沒有希望 或是這樣的說法 當然 可以有這樣的反語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最好 是看社會的全部的話 主要是了解 每個主題 每個act 每個部分的策略 是什麼 他的障礙 的問題在哪裡 但是怎麼樣 可以與他 開始的活動 才改變 那個社會文化的事情 我是比較 樂觀主義者 那種 我常常說 我是主動的 被關主義者 所以說 我覺得 改變一個社會 很難 但是我必須的 是 所以 當我們 有關主義者 我覺得 有關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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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主義者